玉里镇请摩社区发展协会 西手救国团玉里镇团委会 还有玉里镇青年会 在正面广场及玉里神社 举办一场公益打扫 还有植树节的活动 这场活动凝聚社区居民 不分老幼一起参与 用实际行动为环境注入生机 也迎接即将到来的植树节 玉里镇的请摩社区发展协会 西手救国团玉里镇团委会 以及玉里镇的青年会 在玉里镇民广场 以及玉里镇社举办了一场 公益打扫 以及植树节种树的活动 这场活动凝聚了社区的居民 不分老幼一同来参加 以实际行动为环境注入生机 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植树节 活动现场家中长辈和小孩 积极参加共同奋力的来打扫 种植新绿 而里长陈文强说 透过这样的公益活动 他期许环境美化的种植大任 能够由每一位的居民开始 形成一个人人参与的社区 绿意盎然的美好风景 其实这活动前 其实我们前一天 理事长跟理事长 我们就有讨论 所以我们就是准备 就是给大家来种树之外 我们额外享受来这里做野餐 所以我们有准备炸年糕 还有准备炒米粉 还有那些饼干糖果饮料 想说准备上来这个地方 让大家能够就是可以休闲 活动也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植树节而举办 在3月12号的植树节 即将来临之际 玉镇社区透过这场公益活动 向社区居民呼吁关注环境 共同为植树节的到来做好准备 为未来留下更美好的环境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